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秀》简单来说就是苏州地区的次秀 它最初起源于苏州无限一带 如今已遍及到整个太湖流域 它与香秀、月秀、蜀秀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秀 苏秀与江南是柔美温婉的相互见证 最早的苏秀只是女工 代驾归中的少女足不出秀阁一步 母传女扫娇姑代代传承 每逢谈婚论嫁 婆家就从秀品来判断姑娘是否灵巧和贤淑 直至明代苏秀才走出深归 而苏州也称为江南秀士 明代文学家王敖 总结苏秀的特点为 金、细、雅、结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53回记载 有孤松女子以秀访唐、宋、圆、明的折之花卉 并以黑蓉秀涌花之举 其字器与书法无异 由此可见 早在明清时期 苏秀就以其表现灌绝天下 历史上 无门画派的画家们 推动了苏秀从民间艺术登入大雅之堂 近代国门打开之后 苏秀随时代创新着自己的针法 不仅能表现传统的水墨韵味 还能把油画乃至素描表现得栩栩如生 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 扮演了自己独特的角色 今天的苏秀 不仅在原有技法的基础上推陈初心 还登上了当代艺术的国际舞台 2017年 苏秀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姚慧芬 作为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参展艺术家 让古老技艺焕发出当代光彩 续写着苏秀与时代同行的精神与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